关心财经议题 接下来是由美国范语集团 冠名赞助的范语财经报名职 首先来看的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表示了日本商界合作 未来将会对美国投资230亿美元 并且创造4万3000个就业机会 欧盟执行会公布了经济信心指数 下跌到104点 连续第10个月下滑 另外还有苹果外传正在研发 自家品牌的5G数据机 并且大举的挖角 目标2021年运用到苹果手机上 就是科技大厂林特宣布 第一季的云端业务下滑 预估年营收只有25亿美元 将是10年来首度的下跌